大家请合掌 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是中道的系列课程 第四堂 所说的主题是 从空世间以及空不空世间 来说中道 今天所说的空世间 以及空不空世间 主要是实修这一部分 因为佛法的意理与实修 是不可分割的 甚至于它是可以说 是同体 佛陀说法的目的是 愿众生皆能 离苦的安乐 而离苦之道 它是需要实践的 为了实践 所以要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白意理 而意理明白之后 去实践 由实践来实证意理 因此 我们说意理与实践 它两者是互为关联 说意理是为了实践 如果我们只有听闻佛法 而没有实践 那这在佛法里说是 说实属宝 也不能得到这个宝 因此透过实践 去印证佛所说的理 是真实不虚 确实是这样 那这个佛法的核心意理 主要是讲的是中道 因为佛 依 是依中道 中道意思是离两边 离断 见 以及常见 这两边 而处中道 处中 中道是依缘起而说 那依缘起而离两边 离断 以及离场 这两边 而说佛法 而这个佛法又称为是正见 是佛法的正见 因此可以说 佛法的根本正见 它是依缘起而说 缘起而说的法 称为是 因为离两边而说中道 我们首先 对上一堂所说的 上一堂说的空世间 因为空世间 是 在说明 从 世间到无世间 这个无世间所指的是空世间 或者就是说是 在佛法的修行 空世间它是一个 十二缘起之 以十二缘起之来说 十二缘起之的缘起来说明 生命的流转 也就是生死的流转 从生死的流转 的说明之中 可以了解到 生死的缓灭 生死的缓灭所说的 就是烦恼的断除 它的一个根源在哪里 那 依 所谓缘起之的缓灭 而说空世间 那上一堂我们所说的空世间 是 从 阿罕 的 教法 到大乘的 教法 做一个对照 那我们对佛法的毅力 可以更全面的理解 那首先我们就对 上一堂所说的阿罕的 教法 以及 大乘的教法 那大乘的教法 主要的一个基础是来自 波罗思想 也就是大波罗经 因此我们 来到了大波罗经 以大波罗经的 内容 我们折取了 这个核心的 毅力的内容 来跟阿罕 所说的 毅力的内容 做一个对照 从空世间 这一个层面 我们来做一个对照 那现在我们再 看一下 在阿罕经理 所说的 这一个 世间空 世间空是 立足于原生法 从原生法说的 而 对于法性常住 就法性常住 这一个 在阿罕经理 是所说的 所指是 元其法的 法性常住 那 对于 佛的法身 在阿罕经理所说的 佛的法身 所指的是佛法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 所 解说的 做一个总的 威纳斩礼 就阿罕经的 可以说是 阿罕经的一个特色 是立足原起法 佛陀说法 它是从原起说的 因为原生起了 所以我们的世间生起了 那世间生起 烦恼是跟着生起 如果烦恼的一个伴助 是依这个世间的生起 原起的十二原起之 去看到 这一个生起的一个根源 实在是适合名生 那因此立足于 这一个根源来说 生子的反面 而说世间空 因此是立足于原生法出发的 而原起法 也立足于原生法 来说原起法的法界常住 这原起法是在说明 为什么这个 我们的原所生的法 就是世间的生起 来说这个道理 这个理是什么 就说的是原起法 而原起法 世子所说的 就是讲英国的法则 此生故彼生 此面故彼灭 因为这个前面的生起 所以有后面的生起 所以此生故彼生 那我们所处的 都是在这个果上看 是所有的果 都有它的前面的因缘 因为此生故彼生 此面故彼灭 用这样的一个 是世尊所亲证的 来说明这个原起法 所谓的法性常住 就是因为这个生起 所以另外一个生起 因为这个有 所以那个有 因为这个无 所以那个有 那这是一个原起的 真的法性常住 也就是前因后果 是有它的 有这样的因缘 必有这样的结果的一个 一个理则 这个理则是不变的 而这个理则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说 就是佛说的算 而是释迦牟尼佛 它的智慧现关到 生命的起源 以及世间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因果 有这个因果的理则 存在 而这个因果的理则 它是不变的 那以我们生命的起源 以及生命 这个苦的生起 以及 这个苦的 最后的 能够 究竟离苦 这有它的法则 而这个法则 是以十二 原起之来说明的 因此说 原起法的 法性 是常住 这个法 佛出世 佛不出世 这样的法则 一直是这个样子 是佛发现 让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的世间 以及生命 是怎么生起的 而这个烦恼 苦是怎么生起的 而能够知道 因为知道怎么生起 而能知道 是要怎么去断除 能够让这个苦可以反面 这是佛说法 令众生皆能 敌苦 得安乐 最重要的 就是讲 原起法 那佛入灭之后 佛入灭之后 这个佛所说的法 是留下来 佛没有带走 因此佛弟子们 在佛入灭之后 被佛法做 做一个召集 就召集弟子们 一起来 来汇集 佛所说的法 那这样的一个 佛所留下来的法 在阿罕里 就称为是佛的法身 这个佛的法身是 一直留在我们世间 那再来看 我们再接下来看 大寸 从阿罕经的一个 主要的教义 可以 我们可以去理解到 主要是以缘起而说 那缘起 缘起的内容 就是十二缘起之 主要是十二缘起之 那十二缘起之 在开展出来的话 就讲到世生地 而阿罕是以四地来讲 世生地来说 阿罕已经开展世生地 但主要的意理是 于集圣地 集圣地也就是缘起的内容 那大乘佛法 我们从 波罗经理可以理解到 大乘教法 从世生地来说 是立足于灭圣地 因为立足于缘灭 说世间空 阿罕是缘起 从缘起的缘所生法来说 那大乘是说缘起所说的 十二缘起之的缘灭 缘灭之后 这样的一个立足来说世间空 这里我们就会看到 大乘的教法和原始的 最早的阿罕的教法 它很大的差别是立足点就不一样 一个是立足在缘所生 一个是立足缘灭 缘灭要说世间空 那第二个大乘是 所说的法性 是讲涅槃性 葬性 福性 也就是 是讲缘起法的法性 那阿罕所说的是缘起法 那缘起法 就是前因以及后面的果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法是法性常住 而大乘是立足在 在缘起法的最根源 最根源是依法性 因为法性是无我 所以需要医员来生起法 那医员说生起的法 必有他的前 因为此生故彼生 有他的前因以及后果 这说缘起的法性是常住 那大乘佛法是 深入到缘起法的最根本的 这一个法性 这称为是法性 而这个法性又称为是涅槃性 在我们前面有说过 说涅槃不是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涅槃之后 是所有的原生法 还灭 那还灭之后烦恼断尽 所以烦恼断尽之后 缘起法这个法性是存在的 所以缘起法的法性不空的 而这个法性在大乘里面 是大大的发挥 称这个法性是涅槃性 也称为是真如 佛性 葬性 这是原生的法 灭的时候 这个法性是不灭的 再来是 在法身上 大乘佛法说的法身 是以真如为佛的法身 因为真如也是法性 的意思 是以法性而说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 很明显可以看到 从原始的阿涵到大乘 在佛法的开写上 它的立足点 大乘佛法是在阿涵的 整个教法 发展到 很成熟的时候 大乘佛法出现 所以在阿涵的一个教法里面 释迦摩密佛对于 涅槃性 葬性 佛性 这些都 他就点到 说 涅槃 不是 全部都 什么都没有 而是说 涅槃所空的是烦恼 是无明 整个知的 所缘起知的 还灭 是烦恼断 但是 这个法性 不空是点到 没有开写 而大乘是大大开写法性 这一部分 这也是从阿涵教法到大乘的教法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所依的都还是缘起重道 但是我们看到大乘的教法 会看到立足圆灭而说事件空 这种状况如果只侧重在一切法空 很容易 很容易 会跟断面会相应 所谓的断面相应 就是断面不讲缘起 断面是 说一切 一切法的空 是从根本就是空 法性就是空 因此在大乘的教法 讲一切空的时候 要考虑到说 很可能 十日久了 会脱离缘起 那脱离缘起而说空的话 会落到断面去 那讲法性的常柱 以及真如就为佛的法身 假如和缘起也脱离的话 就十日久了之后 和缘起脱钩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和常见的这个长边不相应 会落到长边或落断边去 那因此在大乘佛法发展到 后来就有龙素的思想出现 龙素菩萨将大乘的教法和缘起 做紧密的连结 而提出缘起无自信 缘起无自信 我们看到自信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所以缘起无自信也是缘起无我的意思 那缘起无我是阿罕教法的一个核心教会 释迦宝密佛说缘起就说无我的 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无我是以缘起而说的 有别语断见 那因为是缘起 所以说无自信 这个无自信的无我 无自信是离了常见的有我 常见的有我是不是讲缘起的 那佛法的缘起的无我是否定常见的 独一生起万法的这样的一个法性 那因此龙素提出了缘起无自信 做来把这个大乘所立足在原生法灭的事件空 以及以法性为佛性 法性涅槃性 以及正如为佛的法身来做一个连结 跟什么连结 跟缘起连结起来 当然缘起跟缘起的一个贯通 那就使得我们的大乘的教法 就大乘的教法 其实讲一切都空的话 我不自己脱离重当 同时也在提出一个叫缘起信空 这个我们来做一个了解 其实缘起信空我们在后面再来说 缘起无自信所讲的就是缘起无我 那再来缘起的信空 你看缘起的信空 一般会理解说缘起的法性是空 如果理解缘起法性是空的话 那会空过头 缘起的信空所指的是缘起的自信是空 跟前面讲是自信是空 第二个是在缘起的法性上 原生法是空 一切法是空 换一句话说 缘起无自信讲的是我空 缘起我空 缘起信空所说的是缘起的法也空 这个法空所指的是原生法 以及我空 就是自信也是空 我们再往下看 就对龙树的所说的中道 我们多了解一下 就一人所生的法 我说几次同 这是龙树所说的法的一个 很核心的一句话 这个是在残明这个中道的意 然后从这个地方我们复习上一次说了 原生法空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原生法灭了 原生法当然是空 也就是所有缘起之还灭了 原生法空了 第二个是缘起的自信是空 因为缘起的自信是空 所以万法是一缘生起 因为一缘生起的法 它是无常无我变异 是生灭法 因为是生灭法 原生法是生灭法 因此生灭法是 让它还灭的时候 是空 这里是理解龙树所说的中道意 很清楚就可以看到 所说第一个是原生法 第二个是缘起的自信空 大家看龙树有一个八部 这个八部也是来自大波罗经里面 我们看大波罗经里面 就有提到 原生的法是不生不面 不断不长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这是一缘所生的法 而从前面我们知道 在阿罕里面讲的原生法 它是生灭法 而这个地方讲的原生法 是不生不面 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在推翻 推翻前面世尊所说的教法 而事实是不然 因为这一个是以波罗 以形生波罗所说的 以圣生的波罗所见的 当然就是无云皆空 那无云皆空 无云是原生法 当无云皆空的时候 当然原生法就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所以它和原始阿罕教法并不冲突 而是立足点不一样而说 在阿罕教育里面有讲到一个 所有吉法皆生灭法 这是在许多地方都有提到 就是弟者们当听到世尊的教法 能完全的理解 就称为是愿成离构 开法眼镜 这个时候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吉法皆生灭法 就这一句话 和行生波罗所见的无云皆空 意思是一样 也就是所有吉法是缘起的法 所有缘起都还灭 原来是缘灭法 就是缘灭的时候 见到了说所有的法 都是一人生起 这些法是虚妄的 而见到以 我们大宗佛法讲 就是见的是本来的面目 所以所有吉法都是灭法 这和波罗经的一个 造建无云皆空 这一个意思 行生波罗造建无云皆空 意思是相呼应的 我们最后来把这 这两者再做一个 用这样的一个表来做说明 就更清楚 这阿罕与大乘的教法 他的交集 就他的可以共通的地方 那教育第一个讲的是无我 这个无我我们看到 所说的 在大乘教法里面的无我讲的 很清楚看到 其实是法性 性无我 就是从法性 缘起法来法性 他是无我的 而在阿罕里面所说的无我 其实是缘生法的无我 但都是无我 其实无自性也是无我 这个是 这个是有交集的 虽然立足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都是无自性 换理句话说 可以看到 从缘起法的最起源 法性 一直到缘所 缘已经升起了 这个 世间的一切的现象 都是无我的 这是一样的 就是无我 他是贯通的 从阿罕教典一直到大乘的教典 第二个是 缘起法 是不空的 这个是从阿罕到大乘的波罗思想 是一致的 这个缘起的法 不空我们看到 这个缘起法 缘生 缘生法 和缘起法 你知道缘起法是 整个缘起的从因 是因法 从因这一部分来说是缘起 那在国法上讲的是缘生法 也就是说 在说明缘生法的时候 是用缘起来说明的 所以缘起法的内容 缘生法 他的 这个都用十二缘起字来说明的 因此在缘生法的 这个讲的法性是不空 就是阿罕汉入灭之后 不是更无所有 那就是十二缘起之后 还灭之后 还有什么不灭的 他就是世性 我们知道世性和世性是不灭 所以缘起的法 还有世尊所说的缘起法 这个理则是不灭的 因此就法性不空 这一部分是从阿罕与其 但大乘他是有交集的 讲到缘起法 这个法性是不空的 这在因法这一部分 我们再来看 他的差异 阿罕与大乘的一个差异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缘生法的空也不空 在大乘的教法里面 缘生法是空的 可是在原始的 在阿罕的教典里面 缘生法就立足缘生法而说我的 所以缘生法是不空的 第二个的一个差异就是 在阿罕的教典里面 所说的无我 他是依缘生法而说无我 而到大乘的教法里面 是依世间已经无世间 一个是依缘生法就是有世间 到大乘是依无世间 其实无世间是圆 这个整个十二元起之还灭 到无世间 而无世间 十二元起之还灭 这个法性依然存在 就是是我们的是的性 其实是的性 它是不灭的 而整个元起之是 在佛法里 我们看到是去缘灵生 是以是为主导的 因此我们讲法性的时候 通常会讲到说是如来藏性 是佛性等 其实是依世的性 就世的性 没有元起的时候 是有世的性 因为世的性是无我 所以要一人生气 因此在大乘的教法里面 所说的无我 他是立足以法性而说的无我 这是差别 第三个 第三个讲的就是 法性常住的定义 这个是无知性 也就是说无知性是差异 我们这里看到 无我以及无知性 就大乘所说的无我 以及在阿涵所说的无我 他是 意是相同 可是他又有同有意 他的差别是立足点不一样 但是所说的无我是一样 那无我是贯通的 第三个讲的是 法性常住这一部分的定义 在法性常住的 阿涵教法的法性常住 主要是讲元起法的法性常住 也就是说这个英国的理则 是不变的 英国理则 即使十二元起之法 外面这英国理则 是 是 佛出世佛不出世 他都 他都在了 那以大乘的教法 所说的法性常住 是偏重在性的 法性的法性常住 就是 以法性而产生元起 所以元起法的最 最受到他最根源就是法性 而这个法性 它是 一直存在的 但是这个法性是无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阿涵道 大乘的一个思想 在法性常住 的一个 定义上还是有一些的 差异的 但是它是 有关联 就是元起法的 最受到最根源 它就是法性 但是 在讲这个法性常住 的侧重 有所不同 这是我们从 把上一堂所说的 世间空 做一个 整理 从原始的教点 到大乘的教点 做一个 种的整理 来看佛法的一个 核心 它的共通处 以及它的 差异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龙素 龙素 一个 元起无知性 这元起无知性 怎么说的 依元起 元起所说的无知性 是不是已经贯通了 从大乘贯通到阿罕的教法 因为阿罕所说的是无知性 而大乘的所说也是无知性 一个是从原生法说的无我 一个是从法性说的是无我 换句话说 一个是所说的是向无我 一个是说的是性无我 而这个无我都是依元起而说 因此以元起来贯通了 阿罕以及大乘 大乘的这个无我 是龙素的元起无知性 来做贯通 再来看 世间 再来看 从这个世间来看 以 从阿罕的教法来看 这个世间的空 我们看这个世间的空 就可以看到 世间所空的就是 我 所说的世间空是空无我 而不空的是什么 原生法是不能空 再来就是元起法不空 这个元起是不能空的 元起法不空 那我们再来看 大乘的教法这里 无世间的话 这个立主于法性 就是无世间所说的空 所空的是 也是无我 就是我是空 而立主于无世间 他的不空是哪一些 他的不空是法性不空 再来一个 就是元起法 也是不空 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理解到 元起性空所指的 就元起性空 是在显示 大乘教法的特色 也就是大乘教法的特色 是立主于法性 所以所空的是什么空 因为立主于法性 所以原生法是空 还有 法性的我是空 也就是我们在大乘教法里面 比较熟悉的说 我空还有法空 那在原始教典里面 阿含里面空的就我 就我空 法不空 因为原生法不空 原生法是立即原生 原生法所处的世间 世间是不空 但是世间的 常我不变意是空 而大乘大乘教法 因为世间 十二元起子的环灭 所以是无世间 在无世间来说 是原生法是灭了 称为是法空 但是原生法灭 这个法性是依然存在 可是法性的存在 如果是有我的话 不是无自性 无我的话 这个法性就会通 常见的犯我 犯我 但是佛法所说的法性 是无自性 因此它是一月起而说的 是 这是佛法的总道 这里非常清楚看到 从阿含的教典 到大乘的教典 我们可以看到 唯一完全 都一样的是原起 无我虽然是共通 可是阿含的无我是立足 原生法而说的 大乘的无我是立足法性 所以虽然是相同 是相伴通 可是它是有它的差异性 我有原起 是佛 也可以说原起是佛法 唯一 就是唯一 在原始佛教 从阿含一直到大乘的教 完全相同 就完全不变的 是原起 其他的 不因为 它的立足不一样 而有所不同 像法性常住 他又讲无我 这个在阿含 以及大乘的 都有所不同 虽然它相同 但有所不同 唯一就是原起 因此也可以说 原起是佛法 不公外的特色 的一个判准 也可以说判准 是不是中道 原起应该是 唯一的一个判准 是以原起 以原起而说无我 以原起而说 法性不空 因为法性不空 以原起而说的 法性不空 这个法性是无我的 所以它不同于断见 以原起而说 无我 这个无我 就有别于断见 所说的无我 因为断见 说的无我 法性是空的 它法性是不存在 而说无我 那佛法所说的无我 是以原起而说 法性是不空 但是法性是无 这是我们从空世间 的立场来理解 从阿含 以及大乘的教法 做一个从 理解从中道 从中道全面的 能够理解到 从阿含到大乘的教法 它的同合意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今天要说的 好 这个就是用图示来看 就是法性 大乘教法的特性 是以法 立足以法性 说无自性 我空 还有这个原生法 空 这是大乘教法的特色 因此我们常常会讲说 我们大乘教法 空的比较多 比较大 我们连 这个一切法都空 实际上它是不同的立足点 如果我们是立足在这个原生法的话 把原生法空掉会落到断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到 大乘教法所说的一切法空是立足以法性 也就是十二元起之的幻灭而说的 非立足以十二元起的生起而说 如果生起而说 它是冲突的 如果原生法 在立足原生法空掉原生法 就会落到断面 所以立足原生法说的是我空 而立足以法性才能说原起法空 以及这个我也空 这是我空法空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 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所主要的一个主题 要说的是从世间到无世间 这个案子19也说是空世间 它是一个实修 从流转而环灭 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何从世间到无世间 这是空世间 就是从流转到环灭 这也是回到从十二元起之来说明 因为从十二元起之来 虽然有这个十二字的流转 但是最根源是在世和明色 这个世与明色 是佛陀在菩提树下 他推就为什么人生会有生老死等这些的苦 当他推 推到这个世的时候 就是因为 为什么会有老死 因为有生生 所以一直到爱去六处 因为有明色 所以 所以有六处处 那为什么会有明色呢 是因为有诗 那这个诗又 为什么会有 其实在 阿罕经里面是有 这么一个记载 说到了诗 已经是到了底端 我们常常会以为说 是无明才是底端 实际上 整个元起的生起 是一诗而圆明色 诗圆明色的原因是因为是无明 是无明对明色的认知 有物 而产生了执着 认为明色是有我 所以产生执着 那产生了执着 所以有整个生命都流转 如果是对明色的认知 正确 知道说原来明色是无我的话 那就会 不去咨询明色 所以产生会缓灭 烦恼 苦 整个就会 就会老死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 诗和明色 因为诗圆明色而有了诗间 从这个地方看 因为诗圆明色 诗为什么会去圆明色呢 诗因为是 是于诗见有我 那诗如果能够于诗见无我的话 它就会缓灭 就到无时间了 因此也可以说 对空诗间来说 其实诗圆明色是一个 从生死的流转到流转的缓灭 关键处是在诗和明色 而诗以明色 最关键还是在诗 如果诗不愿明色 所有的 只在缘起自然 它就会缓灭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 在原生法里面 为什么诗尊会讲 无常无我 便宜 就是因为诗 对于明色 认为是常 是常的 是有我的 它是不便宜的 因此有了生命的流转 那在空诗间来说 重点会 会在如何去认识到明色 明色实际上讲的 说讲的 诗和明色所说 就是我们的五蕴 如果去认识到这个五蕴 它其实是 无常无我便宜 那五蕴 以我们的生命来讲 是说我们的身心 就五蕴还包含了 外在的 身心 以及身心所处的世界 我们接下来就从 还是从 阿罕的教典 开始来看 就福祖所说的政见 在阿罕里说 也是正观 在修行上 说的叫正观 其实正观也称为是中观 所以说中观 其实是在阿罕里第一经 佛经里第一经 阿罕第一经就 释迦摩尔 就是叫修行 他所说的修行的方法 是说 要观这个色是无常 是不是 我们从前面就可以理解到 原生法是一个 在立足于世间而说 就是我们所处的世间 在我们所处的世间 要去认识到 是我们的意识 这个认识 要去认识到 明是 他是 我们都认为是常 是 是独一的 是不便意的 但是他的正式 要去认识他的真实 像 就是在观他 他不是常 他是无常 那如果 这样观的话 称为是正观 我以后说 有讲说 如理思维 这是正观 去观察他的真实 是这个样子 而正观就会 这里所说的 眼里就是说 看到他的真相之后 就会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他不是常 是无常 原来是无我的 不是有我的 那这样的话 就会产生 产生一个 整个观念的转变 我不去 不再那么的去执着 乃至不执着了 那这样的话 就最后可以得到 最新的解脱 就新 就会被这些的烦恼 所释放 那这一部分 解释稍微说一下 说个观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观是看的意思 而这个看是看到 是看到了 这个设的真正的 是无常的 就是他的内涵 也就是真正的 正确的理解 那再来我们看到 正观的意思 又称为是正见 这个正见所指的 主要当然是 佛所说的 巴正道的这个正见 我们再往下看 无常跟无我的关系 我们常常讲说 无常跟无我 到底是哪一个 是依哪一个而说 从前面我们就可以理解 无 缘起的无我是从 缘起的法性 一直到原生的法 都是无我的 所以无我则 无我则则无常 是因为是无我 因为是无我在法性上 无我所以需要 障原生起的一切的法 世间所有的一切的法 都是医院生起 医院生起的法 必然是无常的 所以说无我 必然是无常 如果说法性 是独一生起的话 以这个理来说 如果独一生起的法 它会是常 一不便一 可是我们的世间 是无常 无我便一 因此 就是以佛的智慧 是渗透到 看到生命的一个起源 它是因为是 法性是无我 所以需要障原生起 障原生起的话 必然就是 无常无我便一 那因为是无常 无我 所以带给我们 有苦 如果是 是常 是我的话 它就是不会便一 那所有的苦 是来自于 是因为无常无我便一 那因此 认识到 一切的 原所生的法 它是无常无我便一 这是 十二元起之 环灭的一个 证监 就是证观 这个观见所在 我们接下来 用这个 再来对照一下看 就以十二元起之 我们把刚刚这一句话 拿下来对一下 当官色无常 就会看到 这个叫做正观 以及这个 无我者 这无常 也就是因为是无我 因为以无我而生起法 需要障原生起 所以所有的法 一切法 它是无常 因为无常 所以称为是苦 无常带来的 就是会让我们的生命 带来苦 这个地方我们再看 是 你看是 是不是在十二元起之里面 就是要我们的事 事就是我们现在的认识 需要认识 认识名色 它的真实相 不是长意不便意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事 当认识到是 长意不便意 认识是 不正确的 这个时候 事件是生起 事件的生起 是以事去跟名色 那为什么事会认识有误呢 这就是因为是无名 无名使得我们的事 的认识是有误的 那今天 要环面的时候 就第一个事 要认识清楚 因此 要去观 所以观 这个事是无常的 那这称为是正观 好 再来看 就是这个事和名色 那事去言名色 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 我们的事的认识 是在这个 原生法是无常无我便意 但是事的认识有误 如何把事的认识有误 导正 我也知道说 原来我们所处理的一切法 确实是无常无我便意 而这个认知上 它就有分别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从听闻 得到的 所知道的 第二个就是要从 从我 思维 就听闻之后 就如理 以这个理去深入去了解 所得到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原来原生法 是无常无我便意 第三个就是实修 我通过实修的理解 那当然是更深刻 无常无我便意 而那透过实修的 一个理解 到原解之后 环面 环面就到达这个无时间了 这个过程 那空世间之道 我们再来看 刚刚有提到 这个 从世间的一个环面 需要是政见 政见为首导 而政见为首导 所导 包括实修的 在原始的焦点里面 是八正道 其实八正道 可以说是 佛法无论是 从原始 从早期的 一直到大乘的教法 这都是一个修行的 一个核心 就是 就是八正道 而讲八正道 也是中道 我们来看 这一个是世尊在教法里面 有这样跟弟者们说了 说这一个能够导向 所有原解之的一个环面 就是究竟的安乐 究竟的苦安乐 的这一个中道 就成为是八正道 我们会想说 刚刚说的 之前说的中道 和这样的一个 八正道的中道 他怎么去 好像又有点混淆 事实不会 我们再看一下 一样是从 一元起而说的中道 我们之前 所说的都是 往下来探究 就是元起 由因法和国法来说 那现在 我们从这个 正观来说 就是从实修上来看 就是一元起而展出了 是不是元起的内容 展出了四圣地 四圣地之一 有一个道圣地 这个道圣地所说 就是如何从 这个集圣地到灭圣地 是需要有像道路一样 这条道路能 直通到灭圣地 而这个道路 道圣地的内容 讲的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第一个为所 所说的是什么 就是正见 正见我们也可以说 它就是一种观念 而下面的这个七支 所说的可以是实修 在实修上 就观念和实修 在佛法里面讲 观念和实修 都是离两种极端的中道 我们在观念上 是中道 是离两边的 在实修上 也是离两边 实修上 会讲到 离极苦的 或是 中欲的极乐 这个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两个极端的 那因此 佛法所说的中道 会包含到 观念上 还有实修上 都不理中道 而在世间 就是我们所处的世间 就是实修的正观 正观什么 无常无我便宜 这是正观 而这个正观 和八正道 为首的正见 就是所说的 就是这个正观 也因为 这个正见 来带领 因为有正见 所以能够带领 这个实修 八正道是以正见为首 如果 这个知见是正的话 八正道 你看政治一直到正定 全部是正 如果知见是偏调的话 即使是 说是佛法的 这个生与异业等等 可能都会是偏调 因此是说正见 在佛法的修始上 它是占一个 主导的地位 是以正见为主 那就修行上 正观 也是修行的一个主要 是讲是正观 说的是中观 这里我们来看 这个 波罗经所说的 你看波罗经所说的是 新生波罗照见五云皆空 包括 所有的 一切的法 所有原生的法 全部都是空 这是在 我们现在看到说 这讲的 其实是讲 从即生地到灭生地 的一个 的 一个 一个教法 那到了 以波罗经 而了之一切法 我们要看到 说波罗经所说的 他说一切法空的时候 说原生法 就是不生不灭 也看起来说 原生法不是有生有灭 会觉得说 怎么 好像 当我们感到混淆 那这种状况 第一个就理解到说 他是以波罗而说的 也就是 一箭 五云皆空 而说的 而非立足以 变生法而说的 这个地方 就是 我们看到 龙树说的八部 是以波罗经 提出来的 也就是 即法 就是灭法 再来看 从一切法空 就是大乘的一个 所谓空 一切法的 大乘的修行 我们在大乘的修行 里面 来到了波罗 波罗之后 我现在看到的是 禅宗 在中国禅宗的一个 一个我们来理解是 就是我们 尤其在修行上 禅 禅修是 我们在修行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法门 即使是念佛 也有相通的 我们来看 到了 禅的理论里面 就讲说 我们是依据佛陀 所说的 从禅出教 因为释迦牟尼佛 的辈 说法 他是 透过自己的实修 所以是从禅出教 而祖师大德里面 是借佛陀 所说的教 来误宗 这个宗所指的 就是最根源的 当然 所以是真如 或是真心 那在维某杰经 说的无说无事 楦言经说的 不立文字 六祖谈经说的 不识三不识二 以金刚经所说的 无所住 像这一些 我们都可以看到 都在说什么 都空掉了 原神法 把我们的世间所说的 也都说是没有 已经说了说没有说 不识三不识二 这不是立主原神法 说 这是大圣的特色 再来看 禅中出主 更进一步说 要舍一切法 显真心 前面说 一切法都是空 现在说 显一切法 要显真心 这一个是 所说的叫做 借教物中 也就是要去 从佛陀的教理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到 而知道 或深信 凡圣都有真心 就是众生 这种佛性的意思 就是我们都有 那个清净的法性 而这个 因为是法性 而有无名 所以 编身起来 有生死的流转 如果能够把 这一个 这一个 一切的法 都 因为佛说的 在 在这一个 无事间来说 这一切法是不存在 那这样既然知道 这一切法都不存在 就是来到了灭圣地 那这样就立足于 灭圣地去 舍一切法 就舍掉了这些的 所有的妄念 一切的 一切法都舍 那当下 就能够去闲聊 这个 真心 或是 就把 烦恼可以断尽 达到了这个 无事间的 这个境地 这是在禅庄的出主 说舍一切法 来显这个 正如的法性 只要一切法 能够去 舍掉 这一切的 课程 烦恼都 舍去的话 那我们的 这一个 真如的法性 自然就会显露 会有无穷的妙用 再进一步 看到 到了 一个唐朝 勇家大师 勇家大师 有名是正道歌 他里面所说的 就是不除妄也不求真 本来还要除妄想 而到了勇家大师说 不需要了 妄想也不需要除 也不需要求真性 都不需要了 这种说法 是不是跟 达默祖师的说法 有点不太一样 那实际上都是 立足于无事间 就是烦恼断间 当方立足于 这个 无事间 或是法性而说 那本来就没有 一切的烦恼 所以不需要去 去除这些的 光都不需要 而这个 妄念 妄念的断除 就无所求 就无我就无所求 也没有说 求什么真如都没有 这是本来就 我们本来就是现有的 这是在勇家大师里面所说的 我们看到这一个 如果本来想为说 我今天在立足于这个世间 我们不需要除妄 不需要求真 就能够断掉烦恼 这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圣者 他立足于他已经烦恼断除 已经这个见到的原生法 是一切法控 也就是见到他的本来面目 我说的话 所以不需要除妄 不需要求真 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个 就是马祖道义 也是唐朝的时候 佛法是结合形 就是大为兴盛的一个时代 是在唐朝 这个时候的一个大师 就是马祖道义大师 他所说 道不用修 不用照做 都没有是非 这叫平常心 我们常常说平常心是道 所谓的平常心是不用修 都不用照做 都没有什么是非 这个就是道 我们到这个地方 就很清楚可以理解到 这绝对不是站在我们的世间说的 这是立足于 立足于 无世间 就是已经是把整个 见到了所有的原生法 原来所有的几法都是灭法 这样的一个立场 我说在立足于这样的一个 所有几法都是灭法的立场 他会说 烦恼是断尽了 所以不需要修 因为烦恼都断尽了 就没有什么是非 事实上 如果真的烦恼断尽 所看到的是非是更清楚 但是他心里是没有这些是非 就是我们在大众法法里面 需要了解说 他的立足点是不一样 所以说出来的法 会很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 也是在 也在唐朝的时候 有个归封中密大师 他是跨华岩和禅中的 所以在禅中 也把他列为是禅中的祖师 他对于在当时的所有的教法 有做一个研究和分析 做一个整理 有归纳 这个地方他有说到 说达摩祖师所传的法是顿法 那这个法为什么是顿法 是顿同佛体 他说的 因为他是顿法 对凡夫来讲 其实一下就要进入到这个 与佛同体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境地 其实很不容易的 因此他当时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提醒 他说这样的法是非常可以快速 如果得到他的宗旨是很快速可以成就 就得者成圣 急证菩提 可是如果误解了 也就是我们的立足 这个空有 有 衔接是有误了 如果是误解的话 很容易会成为说都不需要修行 什么都不用 都没有是非 然后我们就 这样就是修行了 那这种状况是很容易 就成邪 就是落到两边去的 而下斗 这是贵方宗命所提出来的 但一个时代就提出来 我们再等一下就看到 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 接到宋朝的时候 有大会宗告 就是话头的 应该说话头的一位大师 也就是祖师 他就把这个 祖师大德所说的公案 所谓的公案就是 当时有祖师接引弟子的时候 所说的一些的话 这些的话是要帮助他能够去见到 本来所谓的本来面目 或是说 见到了原来世间所有一切法 在他的本来上 因为是缘起 所以他在这个法性上 其实不存在 他本来是不存在 但是在大会宗告的时代 就是整个禅法到后来 都只是说 他在作诗 他写诗 就都说的 谈贤说妙 那师修的就非常的少 都以为说不要修行 那就可以直接 什么都放下 就直接就可以提悟 提悟就可以正道 因此大会宗告就提出 这个话头来 就是说祖师大德所说的 那一些接引弟子的 一些疾风的话语 称为是公案 把那些公案找出 一些来出话头 去参就参参 透过话头 而能够去见到 真实见到本来面目 这是大会宗告 提出话头的一个典故 也就是到后学 已经都十本足摸 不知道根本在哪里 只知道有 就是谈玄说妙 都说祖师大德说的话 可是脚跟是不着地 不切实际 这样很危险 所以就提出来 用参话头 好 我们到这个地方 是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就来做一个 总的一个 一个结论 就是从波罗到禅宗的空事件 讲的是修行的方法 就在修行上 第一个 在波罗里面所说的 是一波罗来见到 一切法空 这个时候是有提波罗 就是以波罗升起的时候 会造建一切法空 这是需要修行的 他讲的是修行 第二个是 波罗照建法空 所说的就是 四间到五四间 是一波罗 要有波罗的智慧 才能从四间到五四间 那波罗的智慧 也就是见到一切 几法身灭法 就是原来原所生的法 这些的法 在 他的一个本来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一切法 原来是本来无义物的 而这一个是要波罗 这称为是波罗 是波罗 要见一切法空 如果今天波罗 未生起而说一切法空的时候 那会立足在原生法 而说原生法空 很容易就 就会脱离中道 因此我们要看到说 波罗经所说的是非常重 是波罗 是以波罗而说一切法空 是波罗照建一切法空 而说一切法空 那眼进到 在大圣的教典里面 就会看到许多 是说一切法空 而空一切法 这是 这已经是借教物种 或是 就是说从这个佛所说的法 说灭圣地呢 是一切是法空 那知道说原来一切是法空 所以一切法空 而空一切法 就 既然是空 所以就 就 一把一切法都空掉 去达到 达到这个 从世间达到出世间 因此 这一个地方的无世间 所 所空的一切法 是要空什么 其实是立足于无世间 才能够空掉原生法 如果我们立足在原生法 就空一切法的时候 要知道说 那是一个过程 但是 世间的法 这个原生法 它是不空的 立足原生法 原生法是不空 可是一切法空 空一切法的时候 它是立足在无世间 去空一切法 再来看 舍一切法 就是舍妄归真 是当某主事所说的 那舍妄归真 是什么 原生法 原生法是妄 原生法是妄 而归真 所说的就是 开启如爱仗 就是我们的法性 这个法性 是无雄的妙用 称为是正如 这是在大某主事里面 所提倡 从这个就回到了 所谓的 这个归真 讲的就是法性 再来看第四个 不除妄不除真 是庸家大师所说的 不除妄不除真 那这个不除妄不除真 是立足在哪里 当然就立足在 整个无世间 完全是无世间 这个这个时候 原生法生灭 原生法既然生灭 当然是不需要去除 那如果还有一个真 可以求 即使说法性真如是存在 可是当修行的时候 还有一个真如 我要去求的真如 那这个就不空 这样的话 反而是会落到常见去 所以说在实修上 它是空一切法 就一切的法空 就显现真如 真如不是求来的 所以当一切法空的时候 它真如就会显现 所以说讲 不除妄也不求真 那到了 马祖道义说 道不用修了 已经都没有造作 没有是非 怎么会不造作无是非 一定是处在哪里 那已经是处在无是间 就是原生法完全没有 处在无是间 你就反而完全断尽 那再来是 到了这个规风中密大师 他所说的 达摩所传的是 顿筒佛体 是顿教 所以顿教就是说 立足在这个法线 或是立足在无是间 在顿筒法体 这样去修的 这是顿教 而且在顿教的话 就会这样的一个修行 就要特别的留意 如果我们还没有到 这个无是间的状况 而把这个原生法 说是间的话 把它看成它是空的话 那会落到短面 那因此 这一个大会忠告 参事就提出了 这个话筒 就是如果 如果只有谈论 主思大德的语录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落于空谈 或没有实修 因此就提出话筒 参话筒 去达到 见本来面目 也就是从世间通到 无是间 这是 从波人到禅宗的一个 一个修行 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眼镜 那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的一个实修 从世尔摩尼佛 在阿罕的经教里面 就看到 是以原生法 是立足在我们现实的世界 原生法 去如实的正观到 去正观 然后 还灭 就是 观无常无我便宜 而 十二元解释 还灭 这也可以说是从相入 而到了大圣的教法 就直接他从底入 直接 就从无是间地主 空一切法 那这个 可以称为说从底入 从 比进入的 它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但它的终点 最后都是一样 十二元解释的还灭 最后是到无是间 也成为是 烦恼的断机 最后我们用一个 时间有点赶 所以用一个 这个石牛土 它最后的 这个三个土 来做一个 做一个说明 这个石牛土 石牛土 禅宗的石牛土 扩安禅室的石牛土 是非常完整的来说明 整个禅宗修行的次第 那我们看最后面的 最后面是空事件 到最后面 所说的 你看人牛俱万 的这一段 讲的是烦情脱弱 圣意皆空 就是佛所说的法 全部都是空 就说原真法的灭金 这是从空事件 所说的 就是整个事件都 一切 就烦恼是断金 就无一法可取 连佛所说的法 都不止取了 这是在 因为佛说法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究竟的离乎 如果已经达到了目的地的话 就是法 就舍掉 就无一法可取 这是在 这个石牛土的最后的 倒数 就是第八个图所说的 再来 在第九 就说到 反本还原 这个反本还原 就讲本来是清净 是不是 我们前面说 法性它本来就是清净 是因为是无明 无明受人 然后编起产生了万法 因此也是观有像这枯荣 处在这个无为的灵静 这一段所说的 其实是空不空事件 要讲空有无碍 就是有空又有有 换句话说 是从这个无事件又回到的事件 最后一个就是路过垂首 所说的就是 进到人间来利益壮生 这是在石牛土里面 有呈现出 已经到了这个无事件 也就是十二元起制的环灭 以佛陀的说法 在阿罕的经典里面 十二元起制的环灭 也就是终点站就到了 就不再说了 那到了大圣的教法 到最后 其实是有在菩萨道 要回世间 回来在利益壮生 也就是正了 这一个无事件之后 还在还世间 这是属于空有无碍 乃至也就是兴起妙用 我们把这个再简单看一下 石牛土 这人有巨望 可以看到 就是你看从这个世间到无事件 可以说是人有巨望 然后这个凡本还原的时候 就从无事件再回世间 事实上也不是回世间 而是说我们的持久上 只要我们的生命是还存在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是在世间的 那在世间去体悟到 原来这个世间 它是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它的存在就是 是什么 是虚望的 那因此当能够完全去体正的时候 它从无事件再 看这个世间 回来看这个世间 会看到这个世间 原来这个心的是清净的 但是这个世间在看的时候 它是 大事 无常莫平 因此看到它的像 就会看到这一些的像是 其实 就是生而灭 就是看到这个的生而灭像 那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 就是路阔垂首 这个路阔垂首 所说的是什么 这个路阔垂首 其实是在讲 立主在这个世间 让 随缘利益众生 还是在原神法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石榴土是非常的完整 呈现到从空世间 空世间 一直到又回到 这个世间的空有无碍 以及 已经正了清净的 这个法性 也就是真逐现起的时候 这个真逐是有功用 也有慈悲 以及智慧 这样的一个功用 具足的时候 在世间 就是利益无量众生 这种路规垂首 它所处的地方还是哪 还是一样 是在世间 那世间面对的原神 知道原神法是上面 它不是常 不是我 不是不变异的 能够 能够在世间 因为是无我 所以可以利益无量的壮神 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个地方 好像时间 已经有点超过了 阿弥陀佛 好的 非常感恩法师的精彩 开始 阿弥陀佛 那时间已经超了七分钟了 法师您还要 接受一个提问吗 这个就好 有问题 还是可以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 那就好 那大家抓紧时间 我们可以 向法师请教一个问题 好 Michelle Michelle 您开脉 请讲 法师您好 非常感恩您的开示 受教非常的多 尤其今天学到了最重要的十二元起 就是那个 是对明色的认识 我们都是有错误的 如果是认识到明色是有 那你就是 扭转门一直下去 那你如果是 有我 有我 对 那如果是认识到这个明色是无我的话 你就会走环面门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是 这个明色就是五蕴 色受想行事 所以呢 这个十二元起的事 跟五蕴里面的那个事 是怎么样的不同解释 是原明色和五蕴 是原明色形成我们的五蕴 如果从最根源 从最根源 就是法性 法性是无我 所以需要障缘神器 那因为是无明 因为无明 所以这个法性 就是士的性 因为是无明 所以称为是士 无明加入的时候 是成为士 而士去原明色 士原明色之后 有我们的五蕴 这在说明 整个身心 我们的身心 以及身心的世界 是怎么生起的 就是士原明色 可以理解吗 好 谢谢法师 感恩 我是建议大家好 就是说 佛法是正思维 正思维就如理 能去思维之后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如果有问题 像提给我们动作产事 就有问题 提出来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讨论 甚至可以融入在课程里面 来做说明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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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